這個評估的內容我們只是檢視了一下 第一點是輔導的輻射經過第一年來一再的追蹤是降低 低到它認為對於癌症以及遺傳方面的影響可以忽略的 講到這邊的時候我們就立刻得到一個觀察是有輻射的現象殘留 可是一直到現在是已經低到 低到現在只是沒有對這兩項的風險可以忽略 可是對其他的影響呢 答案就是還尚不可忽略 那它既然存在的話那表示還是有這些輻射的影響在 因此呢我們認為說這個研究這個調查報告 還是不排除這些地區出現的這個食品 那說成的食品有這個輻射的殘留的這些現象 它只是含量多高多低的問題 不過我們也產生一個疑點 那既然是還有而且不能排除這兩項以外的不可以忽略 那就顯然風險還存在啊 是吧 所以河島地區呢 福島地區呢 依然有輻射的這些問題存在 變成它反而是從這個地方給過的確認 那再加上它的建議說 我們不要單獨對對地區來加以這個管理 因為它有接收到觀察到的現象就是 福島地區的農產品、水產品、畜牧產品等等這些 跟地區條件結合的這些這些產品呢 已經為各地的日本或者是不曉得什麼地方 所各地所可能引用來作為生產的原料材料 那這種情形來看的話 那就又讓我們覺得有點這個驚訝 或者是又擔憂就是 那福島不只有核實、有輻射 這個福食也等於是日食喔 不是這樣嗎 那也就是說如果用福島地區的地理區管理已經失去了意義 可是福島地區所產的這些 含有這些輻射影響的原材料 作為其他日本製的產品 是不是也同時構成某一種輻射的來源 那這樣子不只是福食喔 日食是不是等於是福食呢 不射的食物 這一點就從這研究報告裡面 我們觀察到有這些現象 令人覺得憂心 所以這個時候政府已經 根據這個做科學的判斷 這時候科學的基礎 我認為反而還增加了我們這方面的疑慮 所以這個政府開放的決定 是有考慮到這些嗎 那慈安跟那個安全的問題喔 我首先覺得就是要把一粒空檢給排除 那如果是不能夠排除 也要把它標示警示出來 那標示警示出來最直接的方式 現在現行的法規 是可以妥善設計一個標示制度 那這個標示制度 要多大的一個把它完整的表達 這有賴政府在開放的時候 然後儲善設計